9月快開學 但仍然有不少內地讀書的香港學生 抽不中每天2,000個的深圳入境配額 可能無法如期開學 教育局星期二公佈協助本港學生 入境內地入讀高等院校的便利措施 首先廣東省當局已經將香港學生 納入粵港澳六路口岸人民關懷通道 增加香港學生獲得前往深圳 或珠海名額的機會 亦會調動隔離酒店配合 此外經中央政府積極協調 開辦來往香港和內地各城市的載客航班 將會增加 並容許香港學生優先訂票 以疏到需要乘搭飛機前往內地有關城市升學的香港學生 此外我們正與澳門商討 如果有需要 亦可以讓香港學生經澳門隔離 再由拱北關口或經澳門機場前往內地 加快疏到同學北上開學的需要 如果有少數同學未能及時到他要就讀的院校報道 在國家教育部的協調下 內地院校會採取靈活措施 保留同學入學資格以及作出網上學習安排 政府已以備電子表格 公有意利用上述便利措施的同學填寫和提交 以便政府作出安排 我們呼籲有需要的同學及早填妥表格 並在8月26日即是星期五或之前完成